我可以 用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霸 有想怕 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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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霸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体验下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长大的体验下 超越 Hello 大家晚上好 到了星期五晚上的九点钟 欢迎今天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让我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Zan 我是YYC集团的税务总监 为什么会找我这个税务总监出来跟你们讲话的呢 今天是谈税务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因为今天的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呢 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读书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喜欢读书 我不喜欢读书 可是我喜欢读书会 这是怎么讲的呢 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好不好 来我们直接看看到底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是什么来的 那很多人会可能认为 读书会这样子东西 是不是说几个人抽在一起 然后就是你拿一本书 我拿一本书一起读书 还是我们一起在读一本书 然后你读一句我读一句 这样子就叫做读书会呢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呢 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读书会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但是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就怎么说呢 为什么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可以喜欢读书会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呢 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就是让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可是就可以好像读了整本书 这样吸收完整本书的那些智慧 让你可以高效学习超越自己 听起来好像很玄的感觉是吗 不读书都可以学习到书本里面的内容 是怎样做得到的呢 来让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使用的方式是 叫做video book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不是真的在读书 你是在看电影 那我相信最近很多人很想看电影 可是没有办法看电影 然后呢 最近西渊又开回了 又可以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那种电影的影就回回来了 很想去看多点电影是吗 可是如果你看电影的话 我知道一定是有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但是你可能不能否认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读书啊 才可以在书中学到书里面的精华 很多成功人士都是透过读书 来把自己的知识增加的 当然包括我在内 生活税务总监的我 我虽然不喜欢读书 可是我也从书本里面要吸收到很多智慧的 可是如果你说要读那个秘密妈妈 字很多秘密妈妈的书 一定很闷的 有可能你读不到一半你就已经睡着了 我所谓的一半是半夜 半夜都不读完你就睡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video book呢 是叫你用电影的方式去看书 就是说你可以用看电影 那么刺激 那么有动画感的那种感觉 去学习书里面的那种内容 而且不只是单单去学习书的内容这么简单 因为还有通过老师们把所有重点浓缩了起来 把精华呈现给你 这样子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又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去读书 还有人还有老师把重点浓缩了之后呈现给你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很容易的吸收 然后呢把这些所有吸收的东西呢 可以学以自用 那我讲了这么多你可能还抓不到 到底所谓的video book是什么一回事 对不对 那我们不多说废话 我直接让你看一看所谓的video book 其实是什么来的 看完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更多好不好 来我们直接进入video book 让你看看我们的读书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来我们进影片 你以为7-11是日本品牌吗 那就错了 它其实源自美国 这家便利店之王过去几十年一直被模仿 但是从未被超越 日本7-11之父陵木敏文 领军三次企业大型改革 没有一次失败 这一集开始的读书会 由傅嘉义老师带领我们导读 由林牧先生写的两本书 分别是零售心理战与零售的哲学 让我们见识 林牧先生如何融合东西方的管理精神 以及有效执行策略 巩固7-11的亚洲零售王国地位 欢迎各位伙伴们参加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是傅嘉义老师 在网路上跟你一起来做智慧的交流与学习 今天要谈的其实是两本书 一本是零售心理战 一本叫做零售的哲学 这两本都是7-11创始人林牧敏文先生的管理哲学跟思考 林牧敏文是日本7-11的创办人 他被日本媒体称为继松下新资助之后的 日本新经营之神 美国、哈国商业评论曾经评价 他是融合东西方管理精神的典范 他领导的日本的零售集团 也就是7-11更上面的主要集团 叫7&I控股公司 是全球第四大 所以他们不但是亚洲的零售王国 营业额更高达日本GDP的1.25% 不可敌果 最重要的是 林牧先生曾经三次领军企业大型的变革 没有一次失败 今天要读的书呢 就是林牧先生自己自述 他40年来如何经营7-11 以及他的企业经营的理论 然后汇编成了两本书 我们今天就是要读这两本书 读事会前我们来品味一下三句话 林牧敏文说的这三句话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句话就是说 读懂世间的变化 你才会萌发新的商机 无论卖什么都能大卖 第二句话 陷入价格战会产生恶性巡回 第三句话 越美味的东西越容易腻 所以从这三句话我们就可以思考 在日本其实是很自制化的一个国家 他如何能够用这样子的变革去改变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 这家便利店之王一直被模仿 但从未被超越 我们就让这两本书来解开答案 这两本书读完之后 我个人觉得不但是了解7-11的经营成功 其实更是林牧先生成功经营的策略 我觉得要来读这里面的策略 那从这本书可以看到 身为一个领导者 你如何有效地执行策略的宗教行为 那虽然大家都很熟悉7-11 甚至就是你们家附近很重要 提供你生活便利的一个店 不过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7-11的由来 首先呢 它是南方公司在1927年 诞生于美国的德州 这就是7-11的出生 那1946年南方公司 就推出了便利商店的一个经营的服务 那营业时间呢 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7-11 那1973年11月30号 日本伊藤洋花坛 正式跟美国南方公司正式签订合约 因此日本有了7-11准备的开始 那1974年5月15号 日本第一家7-11 叫丰州店正式开业 那1991年 南方公司就被日本伊藤洋花坛 购买了70%的5份 南方公司在1991年就变成日本企业了 1999年南方公司正式改名为7-11 那到了2018年 全世界7-11有66580家 这是它的整个目前7-11的状况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主题其实有两个 一个就是林沐先生 一个就是7-11 首先我们来聊聊真正的主角林沐先生 那我觉得要了解一个伟大企业经营者的成功路径 一定离不开他原本开始工作的原点 所以在这一段我给了一个小小的标题 叫好习惯延伸出好结果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序里面开场 第一句话就讲 日复一日重复着公司职员的日常生活 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些工作上的习惯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棒 各位你在公司里面 长久以来工作 公司让你养成了什么习惯 公司会造就员工一些的习惯 那各位如果你是企业家你是老板 那请问你 你如果以这句话来听 你们公司又养成你们公司的员工什么样的好习惯 还是你们公司正在创造一些不好的习惯在你的习惯上 而林沐先生呢 他就说到 他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习惯就是读懂世间整个的变化 这句话听起来很玄 但是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到 他是如何读懂世间的变化 那林沐先生说 关键点在于从变化当中预测未来 举例我们今天看天气 看了天气以后的变化 我就预测今天到底会晴天还是夏日 他认为其实世间做生意也是不止 如果我们可以从现在市场上的变化 预测接下来市场将会怎么样的需要跟贩卖 你就能够环环相扣的思索 我应该如何应对变化的方法 老师刚才讲的很对的 其实我们每天在公司的时间 是多过我们在家里的时间 那个整个公司的怎样的环境 地界会养成我们一些习惯 那么我们刚才从那个题目上看到说 你的那个好的习惯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希望养成的是 每一个人都会自我的反省跟思考 还有自己的自律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你手上所做的东西 你要一直去审视你自己做的东西 还能不能够再优惑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养成这一个习惯 让员工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那么他们对他们自己做的东西 就自然而然会有自我的要求 这样东西就会越做越好 不是从上而下来的压力 而是他们自发以内心 觉得他们一直在去想 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这样整间公司如果大家都是 抱着这一种文化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会慢慢越做越好 对我来说就是7-11的老板 他是怎样让他的员工看大 他们不是只是是卖好像杂货店 他们是卖肯定 他们是方便 所以他会让他的员工来到好像一个 purpose 很大这样子 所以我想到回来就是YYC 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是会计楼会计师 我们是成功企业家的左右手 不是只是会计楼会计师 我们是成功企业家的左右手 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 就是可以继续的往前跑 然后去做不一样的东西 好像现在我们做的读书会这样子 是不是还看不够呢 那刚刚刚才你们所看的呢 就是我所说的V6Go读书会的 欢迎大家回到来 我们继续再讲讲到底今天的这个 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其实是有些什么 那记得一定要留守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的节目到最后 因为我到最后会有奖品要送给你们 我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现在一直留守到最后的话呢 到最后你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神秘礼物的 那想知道神秘礼物是什么呢 一定要继续留在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刚才都没有时间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我们看一看 现在到底在线上 有一些人已经有把我们今天的视频都已经分享出去了 比如好像有 还有美金和 margin和 有人都有 region so 大家晚上好 while 我们还有 背东 Beta 晓ỉ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 还有Vivian 也是有把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分享出去 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大家晚上好 那万一如果你是刚刚现在才进到来 我们这个读书会的Facebook Live的话呢 我是Zan 而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刚刚刚才看到的呢 就是我所讲的Videoboke 我刚才所讲的读书会Videoboke 因为我们的读书会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拿着一本书要读的 而是看电影的方式 把最经典的精华浓缩版的吸收下来 那刚才你在视频上有没有见到 是不是有一些人都在讲评啊 都在告诉你关于那本书的事情呢 那就是我所讲的老师了 有没有讲过到底那些老师是谁来的呢 我一一介绍给你们知道 我们的三名老师 三大名师 第一 有的是谁 傅嘉义博士 那傅嘉义博士 你可能说他有这么厉害吗 我告诉你 傅嘉义博士就了不起了 因为傅嘉义博士是中国一百强的培训师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位培训师吗 不止千名是上一万名三万名的培训师 而傅嘉义老师是首一百位耶 是Top100 因为他也曾经是鸿海集团 也就是台湾首富过台名聘请的培训师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谁呢 刚才你们是看到有这位女生吗 这位女生就是我们YYC集团的CEO 拿定业心向 Dartin Shein 他的成绩就了不起了 因为他成功把YYC 从一个不是这么大的会计集团 增长了4000% 4000%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40倍的业界 他把我们的业绩成长了40倍 也从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规模的会计公司 把它造成今年有800名员工 第三位老师 刚才你见到的就是这位罗逸威老师 那罗逸威呢他是中国报的执行总编辑 他也是了不起的 他可以把中国报成为大马最多人浏览的网站 而且得到最高的点击率的一个中文新闻网站来的 那你看哦 有这三位老师帮你浓缩了一本书的精华 再把它告诉你 你知道这一个这样的做法 是完全完全是超值的 因为你不只是单单自己在读书 是有老师帮你浓缩了之后 再姐姐的告诉你 可是你就会在想了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每一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读书呢 不需要 因为刚刚你看的那个影片哦 是长达八分钟 而其实呢 每一本书我们都把它分成四集 四集就可以读完一本书 而每一集呢 只是区区的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二十到三十分钟时间就读了一集 也就是说你只用二十分钟哦 你就可以吸取所有成功人士的智慧 你可能会问我了 这样子到底有什么书这么好看 你说我只需要用看电影的方式来读书 然后用个老师来帮我 到底这些书这么好看吗 诶 你看到我这些书了吗 这些都是我们会在今年推出的十二本书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推出那本书的一集 一个月就会推出一本书了 那么一年就会推出十二本书 而刚刚刚才你所看到的那一本书呢 就是7-11 7-11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个便利店我们把它叫成便利店之王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一定有曾经去过7-11 可能你每次去那边都在买东西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7-11会这么成功呢 诶 要知道7-11成功的秘诀就是要读这本书了 而你看到7-11更必的这本书是什么书吗 认得它吗 对了 它就是李嘉诚 香港首富李嘉诚 你想知道到底李嘉诚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吗 你想知道为什么李嘉诚可以这么成功吗 你想懂他的秘诀在哪里吗 很多人会说我很想买这一本书 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买这本书的话 我读它一生人的那个成功的历史 可能有一点闷了 可是如果你只需要继续用四集 每一集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整本书的那种精华 又可以学习如何成为下一位李嘉诚的话 有没有觉得很值得呢 那当然这只是继续我们讲的两本书 还有如果你看到我这一边这一本书 是谁的书啊 巴菲特 那喜欢投资的朋友 喜欢投资的朋友 还有如果你说哎我只要买股票 可是我不懂买什么股票才会赚钱 你都知道股神巴菲特都是在这个股票的这个行业 他是赚了很多很多钱的 但是他是用什么秘诀去赚钱的呢 有没有想过可以如何学习好像巴菲特这样去再投资这里赚钱呢 这一本书就会教你的 因为这本书叫做巴菲特看上你 那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继续三本书 你可以总共读到的是十二本书 在一年里面可以读到十二本书 只要你是参加我们的成功结交读书会 除了可以读书之外 可以看到读到听到之外 你知道吗 你还可以做得到 怎么说做得到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里面 我们有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思考手册 这个思考手册呢 是每一次你看完一本书之后 你都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功课 那这个功课不是说你做了之后要交给我们去改考卷 不是这样 这个功课呢都是可以启发你的思维 你的那个做生意的思维 让你可以从你读过的书的内容里面 如何运用在你的企业上 让你可以把所有刚才那十二本书里面的那一些企业的策略 摆在您的身体上 诶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了是不是 那我们简单说一说整个读书会的概念 因为刚才我说了嘛 一年你可以读多少本书啊 一年你是可以读十二本书这么多 十二本书哦 然后呢 每个星期就会有一集 因为我说了一本书把它分成四集 每个星期上载一集 一个月你就可以读到四集 也就是一本书了 那么每一集是一个星期一次嘛 一个是一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读到五十二个星期 而每一集只是在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 平均大概三十分钟 你有没有思想过 如果我每个星期都学习三十分钟 一年里面哦 你其实已经有多少分钟的学习时间了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计算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每个星期都在学习三十分钟 其实啊 五十二集之后啊 你是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六十分钟的学习时间 也就是同等于二十六个小时多耶 二十六个小时多的概念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说你已经上了大概四天的课程了 你知道吗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位名师哦 也就是傅嘉义博士 拿定叶新校和罗亦为老师 哎 这三位老师 骨头他们举办的那一些呃呃 分享会啊 研讨会啊 甚至讲座会啊 每一天的课程都是过签的哦 都是过签的哦 如果现在三位同时教你一个四天这么长的一个课程 你知道他们的收费 将会是超过三千八百八十八块的 同另外一句话说 你今天如果读了这十二本书 有三位老师来告诉你十二本书里面的内容和精华 其实是价值超过三千八百八十八块的 但是你今天是完全不需要付这一笔钱 你甚至哈 那连一本书或两本书的价钱啊 你看啊 刚才我看到十二本书呢 你知道吗 你去书店买的话呢 每一本书可能都要你至少两三百块 十二本书讲着的就是两三千块的哦 今天如果你只需要用一块钱 对 你只需要用一块钱而已 你就可以读到十二本书 你说值得吗 每一天区区一块钱 你就可以读到十二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书 那么会不会是觉得非常值得呢 因为每一笔一块钱 你算了一年也只是三百六十五块 你最多只可以买到两本书 最多是两本书 可能都买不到 可能一本半吧 但是现在你有十二本书 让你去读 而且是有人有专业的老师 帮你浓缩完的乘三给你 那如果你认为三百六十五块已经是很值得的话呢 我告诉你今天更加值得 因为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三秒元气满满的鲜亮礼盒 而这个鲜亮礼盒里面有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鲜亮版的鲜亮 你自己满满礼盒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礼盒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礼盒其实是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这个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鲜亮版礼盒里面 当然有的东西就不简单了 来让我一一介绍给你知道 首先你可以得到的是 就是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会员卡一张 VIP会员卡就是这个三百六十五块的会员卡 让你可以一年看出十二本书的会员卡 而且是可以重复新的看哦 你不要以为我看这个读书会的书 我看了一次就算了是吗 不是哦 你可以看了再看 看到你够为止 甚至如果你说我在家里看不够 我去到办公室也可以看 我在外面用手机也可以看 这就是一年无限次的让你看 就十二本书的一个会员卡价值三百六十五块哦 除此之外 还有 啊 我拿着的这本书非常珍贵哦 因为是我们拿定一篇星项 就是YYC的CEO 出的No.1CEO的书 这本书你知道吗 在数据已经是几乎卖断货了 如果你去数据 你可能是已经没办法买到了 因为非常抢手 非常凉手 因为这本书是拿定一篇星项 亲自制作的哦 告诉你如何成为No.1的企业家 如果你想得到这个已经几乎卖断货的书 我们限量版的这个礼盒就有了 这本书价值五十块 五十块 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 让我给你看看这个精品的手冲咖啡 精品的手冲咖啡 每一包咖啡都是精品咖啡来的 而且每一包咖啡都是非常非常好喝的 价值七块钱一包 总共是二十一块的咖啡 那当然你说咖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呢 来 如果你是喜欢爱美的人 你是爱漂亮的人 来 在我现在手上看到这是什么吗 Luminosa 冬菱的干细胞精华霜 如果你想非常年轻的 你想冬菱的 就要全靠这一个精华霜了 来我跟你说 你看我的样子 你觉得我大概是多少岁的 我告诉你 很多人说我大概应该是二三十岁吧 我告诉你我已经是超过三十多岁了 为什么我还不会看到这么老呢 全靠这个Luminosa精华霜可以帮你动灵 让你变成年轻哦 这个精华霜是价值两百块的 也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礼盒里面 当然 如果你真的是很爱美的话呢 最近很包红的Asthetic Clinic Dr.Chalk Clinic 如果你有听过的话 在我现在手上有什么啊 有五张每一张价值 六十块的现金礼券 每一张价值六十块的现金礼券 也就是说 这里有价值三百块 三百块的现金礼券 让你可以去到 Dr.Chalk Clinic 他总共有四节不同的分行 可以让你使用 如果你是喜欢爱美的人 你要去做一些护肤的一些补物的话呢 这里就已经是价值三百块的礼券 让你好好用了 那你看到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加上来的话 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总值九百三十六块 九百三十六块的一个现金礼券礼盒 又可以读到书 又可以把自己办到美美的 然后又可以把那种精品咖啡的 一边喝咖啡 一边在那边看书 然后有时间的还可以去Dr.Chalk Clinic 把自己办到美美的 你想想九百三十六块的东西 今天你应该要用什么价格把它得到呢 那如果你说 会不会今天的优惠是扣一半给你呢 我告诉你哦 比一半更低 因为今天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呢 只是三百八十八 对了 三百八十八块而已 就可以让你今天 得到这个价值九百三十六块的 精品的鲜料礼盒 里面包括有我们说的那个会员卡 又有拿定性的书 又有我们三包的精品咖啡 还有这个干细胞的精华霜 让你冬菱变成眉眉 再加上三百块的现金礼券 整个价值九百三十六块的鲜盒 今天只需要三百八十八块而已 是指现今天哦 因为这个是七月份的现量版而已哦 那如果你说好像还是不够耶 诶 我知道你可能还在期待着更多东西是吗 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只要你留守到最后 我肯定有东西送你 对的 因为今天你参加我们的Facebook line 你跟了我们的这个Facebook line 都一段时间了 你可能会说 还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哦 绝对有 不过 你一定要手较快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呢 因为如果你可以在刀数完毕之前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把刀数时间带出来哦 如果你可以在刀数完毕之前 你把今天的这个鲜盒 价值九百三十六块 以三百八十八块而已 就可以买下来的鲜盒 你今天可以买得到的话 额外再送你一个 价值六百八十八块的 限时附送的七月工程研导会 我告诉你这个七月工程研导会 非常值得 那我们先把刀数时间带出来 来 刀数时间 我们现在有 二十分钟的刀数时间 那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哦 二十分钟内 如果你可以 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限量版的礼盒 以九百八十三百八十八块 就可以得到的话呢 你还可以得到这个价值六百八十八块的 线上研导会 这个研导会 是我们的拿定信 YYC CEO 亲自抄刀的研导会 这个研导会 告诉你 如何可以在这个 现营销 拼业绩 营市场 你们啊 我知道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生意难做啊 现在做生意不简单啊 非常多挑战啊 可是 如果 有拿定信 教你 如何可以针对在这个疫情之后 扭转 你的生意 让你的生意 可以再回到以前的那个高峰 甚至去到更高峰的话 你知道吗 这个研导会 平时是卖六百八十八块 今天是完全免费的 也就是说 今天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是总值 一千六百二十四块 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你今天用多少钱啊 三百八十百 三百八十八块 买价值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四分之一都不到耶 因为你今天得到的优惠 是已经达到了76%的折扣 对了 是没有试过这么便宜的 就只是在今天 在倒数完毕之前 倒数完毕 也就是说 我们只剩下最后的十八分钟多了 我们只剩下最后的十八分钟多 你如果可以在最后的这个十八分钟 做出决定 买下这个价值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你可以只有三百八十八块 就可以得到整个礼盒 再加上这个契约工程研导会 你已经是省下了76% 我告诉你哦 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都没有76%的折扣哦 你去一幅店买东西 也最多达到70%的折扣 今天是76%的折扣 76%的折扣只剩下最后的十七分钟多 十七分钟多而已 好所以到现在要怎样做呢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要买的话呢 那我相信你看到在我们的comment box里面 我们已经把那个链接 已经把它摆在comment box了 你只需要去click一click 按一按的comment box里面的那个链接 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一个网址 去立刻签购 和买下我们的这个笔笔盒了 或者问一下 我是在用电脑在看的话呢 可能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 就是 booksuccess.yyc.my slash p slash vip dash member 就是 booksuccess.yyc.my slash p slash vip dash member 来到这个链接只要在最后的十七分钟 你可以买到的话呢 这一个今天价值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就让你以三百八十把就带回家了 知道吗 那你可能会说 诶这么多东西 我可能不是所有东西我都要自己用的 你不需要所有东西都自己用的 因为你看哦 如果我说我买了这个礼盒 诶这个不原调 读书的嘛 可能我又是企业家的话呢 那我自己用啊 如果我不是企业家的话 没关系 如果你说你的父亲啊 你的老板啊 你的恩人啊 是企业家 你可以把这一个交给他 送给他 让他可以一年里面学习十二本书 那么其他东西可以留给自己啊 比如我喜欢咖啡 咖啡我就留下来 我自己喝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本书 可能我以后想要做一位企业家 我就拿这本书 我自己读 我读一本书就好了 其他的给别人 然后呢 你可以说诶 我的女朋友啊 我的老婆啊 我想他扮美美 然后我想他扮美美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干细胞的净化霜 Luminosa净化霜 让你的皮肤可以变成美美的 可以把它送给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老婆 OK 或者你这样 诶 他美了我也要美啊 对不对 他美了我也要美 那么我就拿了这个 现金理券 这样子三百块的现金理券 可以做好几次的护理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 Dr.John Clinic那边做护理 把自己也变成美美 或者和你的女朋友和你老婆一起去 那么大家都一起变成美美 看起来好像买了一个配套 好像可以很多人收惠哦 不要忘了今天剩下最后的15分钟哦 你还可以得到这个7月工程的线上研讨会 那么那个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去上课 然后把自己的业绩再做得更好了 对不对 好 好 那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可能有很多问题 你可能有很多问题哦 那如果你任何的疑问 如果你讲这个配套到底是怎样的 我想了解更多 看到下方看到下方这里有我们的热线啊 我们的热线是019 368 6868 可以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 019 368 6868 去询问更多哦 不过要快哦 因为只剩下最后的14分钟 让你可以今天一次过 把所有1624块的东西统统以388就带回去 如果你想问更多 立刻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哦 019 368 6868 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回答你要问的问题 如果你说 我现在正在看着Facebook live 我不然就直接有Facebook live的这个comment box 去发问问题可以吗 绝对可以 现在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可以在comment box里面把你的问题发问回来 然后一一的解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 来我先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正在问问题的 我相信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 有了耶 好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是来自 Hong Hong QN Hong QN 他说 Hi Zen Videobook里会看到你吗 Hong Videobook里面是不会看到我的 但是不重要 因为我不是那三位名师吗 那三位名师 你知道他们平时的咨询费是过弯的 每一次咨询都是几万块几万块的 现在他们在Videobook里面教你不是更值得吗 对不对 好 有人问了如何 怎样报名呢 非常好 要报名 只需要去到我们的这个链接 或者在我们的这个comment box里面 你看到那个链接 直接click就可以报名了 好不好 好 还有这个叫万七 万七有问 这个有没有读书会 有没有说到如何提高 应该是如果提高管理呢 哦 万七 OK 你看我们那个读书会里面的12本书 你还记得有拿12本书吗 来 我们回头看一看 刚才我说的 这12本书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都是我们精选出牌的企业书来的 如果你真的是把这12本书都已经读完的话 我告诉你 不要说如何把你的那个管理和业绩提高 甚至可以把你自己本身 都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位李嘉诚这样成功 万七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读完了这12本书 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后悔 OK 好 还有这一种问题呢 Yong CN 总共多少本书呢 一个月会多少本书呢 那我们回到这边 刚刚我就说了 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推出一本书 因为每一个星期推出一集 那么一本书会分成四集 也就是说呢 一个月就会推出四集了 而四集就是一本书了 所以一个月会有一本书 一年就会有12本书 而且看我说了什么 我说这12本书都是可以让你重复的再看 你不用担心这一集我出了 我忘了看了我错过了 那么我是不是下个星期就不能再看回呢 不用担心 你这个星期推出了的书呢 你下个星期还是可以再看回的 就像今天我们是推出了7-11的第一集 下个星期我们再推出第二集 可是下个星期你其实还可以看回 我们今天7-11的第一集的 所以随时随意 无时无刻 而且是无限次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书 所以不用担心 有 他有修意 修意有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要送给我的朋友当生日礼物 怎么买 绝对容易买 如果你只需要去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链接 我再给你们看一次 我们的链接是 或者直接去到我们的comment box里面看到的链接 你click一click 买了之后 你就会把整个今天的这个礼盒 这个美美的礼盒 看到吗 美美的礼盒 把它送给你朋友了 不过如果你说 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想要送的 我想要自己收回来的 比如 你讲 这个金花酸我很喜欢 我要自己帮美美 我不要送给他 可以吗 没问题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金花酸 或者你说 这个线上研导会 现在还有最后9分钟多 9分钟多 可以让你得到这个 你想要自己去上 可以吗 绝对可以 不过如果你说 我要把这个再送给别人 可以吗 也是可以 你看到吗 今天你买的东西 不是一件这么简单 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个388 你可以拿到12345 再加研导会6样东西 一个388块 让你得到6样东西 可以送给6个不同的人 明白吗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要赶快了 要赶快了 好 我们接下来 再看看有其他的问题 这边有好像蛮多问题的 这边有很多是跟我打照呼的 比如说有 有有 有有 有 有 ok 还有 ok bank 很多很多 很多 跟我们打照呼 然后呢 书分有一个问题 他说我想要买给我的同事的适合吗 绝对适合 然后告诉你 你的同事都是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那么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收他一本书 他不然收他12本书 你买一本书都要两三百块 你买12本书 三百六十五块而已 但是你只要花一个三百八十八块 你不只是得到那十二本书可以送给他 你还可以得到所有其他的 这些你可以自己用的礼物 比如咖啡啊 YYC的No.1 CEO的这本书 冻灵的干细胞进化送 还有三百块的礼券 一个三百八十八块 可以让你得到这么多东西 我告诉你 只有在今天也只有最后的七分钟多 最后的七分钟多 时间不多了 你要今天得到这个价值 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也只是有三百八十八块 也就是说你总共得到76%的折扣 就只剩下最后这七分钟多 好不好 好 来我们继续再看看 Nicoli说读书会365块 十二本书 对 Nicoli绝对是这样 然后 Ekim Kim说要怎样买呢 我重复了很多次咯 立刻去到我们的comment box里面有一个链接 按一按那个链接 你就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要购买的那个网站了 或者直接把这个网站打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的browser里面 你就可以去到了 好不好 还有这边 书芬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是随时看都可以的吗 还是一定要每个星期五才可以看呢 不是每个星期五才可以看的 书芬 我刚才说了 每个星期五 我们都会上载一集 一本书的一集 因为我说了 一本书有四集 每个星期上载一集 可是上载的那一集 你是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的 我刚才说了 你要在家里看也可以 在办公室的时候看也可以 或者去到外面 拿着手机 用智能手机来看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些东西通通都已经是摆上网了 所以如果你是签勾的 你是会员的 你是我们的VIP会员 你绝对可以五十度克 而且是五仙次 五仙次的看 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 好不好 还有 这里有问题哦 刚才有说了 几十多可以看 谢谢你 Ekimkim 好 还有 有什么问题呢 Brandon说 如何买 How to buy 我重复了好多次了 记得 只剩下最后的六分钟都不到 五分多钟的时间 五分多钟时间 你如果现在去到 你看到comment box里面的那个链接 按下那个链接你就可以买到了 只是先今天而已哦 我告诉你哦 过了最后的这个五分多钟哦 你如果说哎我刚才有看的那个Facebook Live 我很想现在用三百八十八块来买到一个价值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可以吗 不好意思 不能了 不能的 是因为只有最后的五分钟可以让你用三百八十八块而已 得到不是一样东西哦 我们再看哦 是有一二三四五再加研讨会六样东西三百八十八块 是只是这一个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因为你得到七十六八千的折扣 所以要买的话就剩最后的四分多钟了 我讲了讲了剩下四分钟而已哦 再不买就没有了 OK 你如果错过了四分钟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今天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优惠了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再继续看了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边 诶 一听听是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块吗 呃 过了要更新吗 诶 一听今天哦 你不是你不用花三百六十五块来买一样东西哦 你只是三百八十八块 哪六样东西 不是三百六十五块哪一样哦 是三百八十八 哪六样东西 当然当你已经过了一年之后 你要更新还是可以的 当然明年我们看看明年有什么优惠 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优惠点 你哦 好吧哦 ZoonLock有问 你和你好像包括读书会VIP 对的是有读书会的VIP卡的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让你看出十二本书是重复性的可以再看 无限次的再看 随时随意都可以再看 这就是我们的VIP会员卡了 好不好 好的 一听听还在问着去哪里买 一听听 我们已经把那个链接已经放在我们的comment box了 记得哦 最后三分钟多 最后三分钟多 一定要买到 一定要把这个得到回去 因为过了三分钟我们就没办法送你了 OK 是因为今天在Facebook Live 你才有这个机会得到一千六百二十四块的东西 也只是有三百八十块而已哦 好不好 来 还有什么呢 来 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些电话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记得哦 你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号码 就是019368 6868 如果你说 我很想得到 可是可能我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我是要买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小钟的话 可是我不想错过 我不想错过最后的这个三分钟 也是两分多钟而已哦 最后两分多钟 你不想错过的话呢 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号 我们的热线是019368 6868 让你可以立刻 订购先说我要买的时候 可能付钱那边或者有一些问题 立刻拨打我们的电话好不好 好 还有问题呢 Junglog有个问题哦 VideoBlog可以扣tax吗 哎 VideoBlog其实呢 它是个影片买的 它是个影片啊 所以呢 如果严格来说哦 VideoBlog 它并不是书 我刚才说了嘛 你在看电影的方式来看书嘛 严格来说 它并不是书哦 不过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买了 如果你要我们帮你稍微调整一下 联络我们 联络我们 我们看如何可以帮到你好不好 我们很喜欢帮人的 Junglog 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看我们会如何帮到你 好了 Brandon说买了咯 谢谢你 Brandon 谢谢你 所以记得电脑按得到哦 那个link可以 对 Brandon是绝对可以按得到那个链接的 我们再看看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来这边应该是有些问题的 这里的邱一说 如何做功课 邱一跟着我说了吗 这个功课呢 不是真的叫你做了 然后交给老师改考卷 不是这样 它是一个让你启发自己的那个思考 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一个功课 因为读了书 如果没有好好运用它在你自己的生意上 这样子你读了 不是白读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四条手册就是让你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意上的 嘿 最后一分钟多的时间咯 记得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不要再错过了 我再重复 只是今天 只有最后一分钟 如果你在最后一分钟 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限量版的礼盒 只需388 就可以得到1624块的东西 里面不是一样东西 不是两样东西是6样东西 有6样东西给你 而今天你拿到的之后是多少啊 76% 好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 立刻就去到我们的链接 或者可以播到我们的热线 因为时间到就没了 好我们的时间正式结束 好正式结束 那我希望你真的有买到 真的有把今天的非常好的优惠带到回去 当然如果真的错过了朋友 不要气馁 不要气馁 不要不开心 OK 因为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优惠 在以后可以带给大家的 一定要留守我们下一次的成功企业家的投资会 让我可以再把更多的好看 更多的礼物再送给大家 所以留守到最后 是不是就有好处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有机会 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祝大家晚安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晚安 拜拜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相信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 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一起到达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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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標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衝打 有想法就有辦法 有辦法就不用怕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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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標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衝打 有想法 就有辦法 有辦法 就不用怕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成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成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哦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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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勇敢的往前冲霸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是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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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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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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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地往前冲吧 有想怕 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体验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体验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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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你可以 勇敢地往前冲吧 有想法 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体验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体验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是No.1 A